衣着鼻挺干练 说话时眼神坚定 站好了就不要乱晃 第一印象很重要 大家好 我是工考面试老师 罗东旭 或许是职业的原因 我很希望自己给人留下 良好的第一印象 工作场合我说话利落 让人觉得专业 社交场合我高冷化少 让人觉得稳重 如果是相亲的话 我应该会更加健谈 营造轻松活跃的气氛 不知道现场的女嘉宾 对我的第一印象 是怎么样的 但第一印象 并不代表一个人的全部 如果你对我深入了解 就会发现 其实 我是一个 话 老 跟熟悉的朋友在一起 他们说一句 我能说上十句 我还会经常对着朋友 模仿沈腾 你过来呀 大爷 楼上三二住的是马东梅家吧 马东什么 马东梅 什么东梅 马东梅啊 马什么梅啊 行 大爷你先量味吧 好嘞 所以朋友们跟我在一起 总是笑声不断 在沈阳 我爱走街串巷 品尝美食 大盘鸡 肉夹馍 块块香 过巧米线 口豆发 地质不出沈阳 识变全国 我是资深沈阳小巷 美食家 我的生活里 少不了篮球 游泳和滑雪 一米八八的身高 两米的臂感 可以给女朋友 大大的拥抱 满满的安全感 别看我高高大大的 一个东北野马 我内心也有细腻的一面 看个喜剧都会哭 这样细腻的感情的转变 大概是从我念书时 一次疯狂的事情开始 那时候因为学习压力太大 我选择休学一年 那一年我不停地玩游戏 在游戏里虚度光阴 有一次包雪 已经玩挺晚了 我记得应该是一两点了吧 回到家里 看见我妈的房间灯还亮着 然后她进门问我第一句话 你去上网了 慢慢地就是妈妈就哭了 然后我感觉当时 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吧 觉得对自己来说 就好像自己无形之中 伤害到了她 更难受的一次可能是 过年的时候 然后跟着家里去走心访友 然后家里的亲戚就问吧 你家孩子学习学怎么样啊 干嘛呢 然后这个时候 父母就很尴尬 当时又一下想通了 我感觉说不应该 只是自私地为自己考虑吧 也要去考虑一下自己的个家人 未来我也会逗女朋友开心 也会给她安全感 更会给她细心地关怀 给她一份永不失联的恋爱 但我跟着你打开心地关态 我感觉到你 然后那是你 然后我感觉到你